這隻星星叫是非常精彩的 本來我自己打算放棄 但最終都是追回來的 背上那雙翼我插錯了 不用理會的 之後會糾正 這個系列原本應有精彩的地方 就是這條鎖匙 插進去就會有個互動 武器就會彈出來 不過來到重啟版本就刪除了 但保留鎖匙的元素 這個武器最大的優勢就是它的可動性 手腳的表現都非常靈活 沒有東西阻礙到它們 肩膀還有少許蝴蝶關節 拳頭方面受到手臂旁邊的板左 這樣就不能夠完全轉動了 上半身這個程度就絕對合格了 轉腰方面受阻 這樣就覺得差點了 只有這麼少轉動 腳就厲害了 相對舊品牌的大開大合 這個靈活性就相對非常高了 可以玩到非常多的動作 可以把鎖匙插進去 充滿著這個日系的感覺 鎖匙亦都可以插入在武器裡面 直接可以當作提升力 在變形上面其實都有不少不同的地方 由於加上細緻上面亦都有不同 所以變形之後 樣子亦都有不同 整個邊緣的過程是流暢 而且舒服 卡扣亦都很準繩 在舊版本裡面 手會外露 這裡就可以完全收納它 隱藏了 至於頭部亦都是相同 腳部亦有多了少少步驟 令到模式之間有非常大的分別 增加了一部份 亦都令到整個更加完整 但就是美腦大為陽性 才能安靜 全形的檔案 牧民 Además 各地的ユーツ 那當然幾乎равля こうしている 卡扣亦都會改善 以及一些提升 加上有些新的細節 令到整個層次感提升了 細節度大大提升 當然跟卡通裡面是有不同的 這個版本 但如果你追求和動畫一樣 那你不如就玩回舊那隻 其實就真的可以了 最後來變形做一個攻擊模式 這個模式跟舊版本差不多 新版本有現代美感 多了細節 亦都增加了不少可動性 絕對是比追求新味道的玩家 無論是機器人或戰機模式都很有型 亦都很好玩 難怪亦都受到大眾追捧 你喜歡星星叫的話 不妨買一個 就感受一下當中的樂趣 今天開箱來到這裡完結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和讚好 支持我的話 還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 給更加多人的看到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見